2月10日 欧马发文确认唐小强已经在土耳基地震中遇难 迅速引起网友关注 据媒体透露 唐小强被困超过85小时 已经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机 10日凌晨找到唐小强时 他已经没了生命的迹象 原本他是去谈情的 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 得知唐小强去世后 很多网友都表示惋惜 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唐小强是一位90后 于2010年来中国留学 曾就读于厦门大学 后来唐小强成为了湖北卫视 非正式会谈土耳基长出代表 获得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唐小强曾在疫情期间当过志愿者 此前网上报道过关于他的新闻 唐小强在街上遇到货车追尾事故 他毫不犹豫下车救人 据群众透露 唐小强已经不是第一次救人 有一次外出时 他发现一辆轿车司机突然捂着胸口 呼吸困难 对方可能是心脏病发作 随后他立马被急展开了救援 做了这么多事情 唐小强不幸去世后 下门报纸标题写道 乌尔基唐小强 下门人牵挂你 最后希望唐小强一路走好